好电影在你心里 好电影是没有止境的 你就是想拍一部好电影 张艺谋对色彩有着特殊的偏爱 甚至达到了吃醉和偏执的境地 以色彩讲故事并非是张艺谋首措 但他是做的最好的 张艺谋对色彩的处理 不仅体现出独特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 而且将中国电影推向了崭新的高度 要说好张艺谋的色彩周路 这一切就要从1978年改革开放时期开始 当时中国刚刚恢复高考制度 张艺谋破格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 到了1982年7月毕业后 任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影师 这时的张艺谋并没有太多的建树和成就 但却一直钻研打磨自己的拍摄艺术 转眼到了1984年 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画时代意义的影片 一个和八个 该片不仅以其大胆的构图独特的镜头设计 获得了1984年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奖 更难得可贵的是 它被列为第五代电影人的第一部作品 从形式到内容以及在导摄媒等方面 都将以往各代的片子有大的突破 张艺谋作为该片的摄影之一 开始受到了电影界的关注 同年张艺谋又独立担任影片黄祖地的摄影 在这部片子中它充分调动摄影手段 以独特造型表现出黄土的淳朴和壮美 一个和八个是中国第五代导演们的开山之作 黄土地则是标志着第五代导演真正崛起的电影作品 1985年凭借影片黄土地获得了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法国第七届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 以及第五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东方人柯达优秀制片技术奖 从此张艺谋正式跨入一线摄影师的行列 张艺谋不仅有较强的视觉画面感 而且对色彩的雕琢也恰到好处 大色块和色觉强度的摄影 使黄土地成为第五代导演的标杆 获得了很多殊荣的张艺谋并没有固步自封 开始打算起了自己的另外的出路 其中主演过第四代导演的老景 还凭借此片成为中国第一位A级国际电影节影帝 但主演在影片的质量和摄影上 还是会缺失很少的把控 也是对于自己色彩美学和摄影艺术的追求 张艺谋决定开始自己的导演生涯 1987年张艺谋带着自己人生导演的第一部影片 《猴光梁》来了 作品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 颂扬中华民族激扬昂分的民族精神 容叙事与抒情 写实与写意与一炉 发挥了电影语言的独特美丽 获得的奖项殊荣自不用说 但更重要的意义是这一部影片 开始张艺谋成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头羊 开启了自己独特的色彩美学时代 华语电影绝无仅有的存在 《红高粱》的《红轿子》 《红高粱》 《红色的天地》 《红色的酒》 《红色的雪》 《和血红色的太阳》 都是红色基调 既象征生命和自由的活力 也暗示着为了获得自由 所要进行血与火的斗争 本以为张艺谋在本片已经把红色用到极致 但万没想到还有更多的挖掘空间 1991年导演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 影片中的光影构图色彩均十分讲究 文化气息十足 象征异味浓厚 如果说《红高粱》中铺天盖地的红色 是北方人民的率直 狂野的野性和刚正不阿的性格的象征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红色 则散发着腐朽美丽和灾难的气息 肆意的红配着深冷的灰 油热的光映着寒酷的血 加上背景音效中积木敲击的蒙太奇手法 带给观众沉重压抑的感觉 奠定了极具个人代表的导演风格 在电影中张艺谋常以某种主色调 来展示内心深处最浓烈的感情 红色是张艺谋早期电影的主色调 《红高粱》《红花叫》《红灯笼》《红肚兜》等等等等 《红色》在张艺谋电影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法规 和无限的想象空间 由于对红色的偏爱和刻意的追求 张艺谋被人们称为偏爱红色的导演 之后的几年 张艺谋依然辗转在文艺片领域 叫好又叫做的同时也能获奖无数 对于很多导演来讲 这已经功称名就了 依然可以按照你的老路 你的舒适区来走 但国师之所以叫国师 就在于他勇于尝试不同的风格 2002年 张艺谋导演影片《英雄问世》 全球票房1.77亿美元 创下了中国电影全球票房最高纪录 其作品影响力被认为是 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里程碑 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就这样 张艺谋又一次开启了新的时代 对于商业片 尤其是好莱坞式的商业片 很多人见怪不怪 当时都以为张艺谋开始走浮躁路线 不玩色彩美学了 但万没想到 在《英雄》中 张艺谋几乎动用了自己青睐的所有色彩 将色彩的视觉效果发挥到了极致 影片整体色调是黑色的 整体造型感强烈 色彩结合非常融洽 其次的色彩运用不仅营造出令人震撼的视觉画面 而且赋予了色彩意识形态的内涵 在《英雄》中不同色彩 讲述不同的故事 区分故事的真伪 第一个故事是吴鸣与秦王的对话 使用了象征动乱杀戮 爱恨情仇的红色 其中 倒戏中虚拟的红色既是吴鸣对秦王的欺骗 也是飞雪对残剑爱情的背叛 第二个故事是秦王识破了吴鸣的谎言 使用了象征和喜安宁的蓝色 第三个故事讲述的才是真实的故事 因而使用了象征纯洁和生命之托的白色 色彩的对比不仅体现在不同色彩的搭配 而且体现在同一色彩 不同环境和情节中蕴含着不同的含义 在实面埋伏中 壮观的绿色使人动窍心魄 满城近代黄金甲 把渲染的色彩风格发挥到极致 以金黄红金色为主 银黑绿等色为辅 而被人们一直所诟病的 就是张艺谋的长城里面 仍然看出他对色彩运用 不同菌种有不同的代表 不同的颜色来代表着 他们每一个蕴藏的含义 虽然长城遭遇了自己人生的滑铁炉 但是之后的影 又一次突破了自己对东方美学 黑白的运用 但是这并不是停止 在最新电影悬崖之上 张艺谋电影中 大量使用黑色和白色 表达情感作用 黑色是所有色彩中 名度最低的颜色 象征着黑暗压抑和罪恶 正如四位特工 潜入敌战区哈尔滨时 一切都被黑色笼罩着 服装 汽车 夜色 行动 一切都是被黑色压抑着隐秘 而开上一望无尽的白色 表达的离别和任务的艰巨 加之 未停止的雪 一切都预料着任务的紧张 直到最后 仍然是白茫茫的白色 虽然服饰还是黑色 任务结束了 天亮了 雪停了 这时的白色象征着希望和未来 71岁高龄的张艺茫 如今对细节和色彩的把控 仍然独具慧眼 仍然恰到好处的 把颜色用到极致 让人叹为观止 这就是国师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